HELLO VOGUE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雨昕 今天我們來到VOGUE參加時尚的挑戰 敬請期待 你進到攝影棚就看到這麼多單品 有一種被下馬威的感覺 今天挑戰到底是什麼呢好緊張喔 小幫手可以不要這麼及時 還嫌我不夠緊張嗎 今天要做出四個穿搭 海邊度假 城市悠遊 海邊婚禮 跟電影手印 你不覺得這感覺很像一些歐洲外語片的場景嗎 還是我們今天直接把挑戰改成在國外穿搭的 這些怎麼樣單品啊 一些remix怎麼樣好不好 好今天就用這幾件來穿搭出最靈雨系的風格吧 這就是今天的第一套珊瑚色的洋裝 怎麼樣看起來有沒有戴男髮旅行的感覺 不夠像 那還能搭什麼 男髮有陽光 陽光就要有帽子 出現了魯夫帽子 來搭搭看 怎麼樣 是不是很完美 黃色的帽子搭上珊瑚色的洋裝 有種壯色的感覺 清新又亮眼 如果可以這樣子走在坎城的話 雨公雨絲都會覺得很快樂 身為演員如果可以在那裡拿來最強 那我就只剩盤了 再來就是我最喜歡的褲裝 為什麼說最喜歡呢 因為在工作以外的時間 我常常會背著相機在城市裡面游走 尋找下一個主題的靈感 那拍過照的朋友都知道 你有時候為了取個角度 你會做出一些比較奇怪的生產動作 不會這樣 會不會這樣 所以這時候褲裝就顯得非常地實用 連帽的風衣也是一個必備的單品 人家說城市從零嘛 所以你要在都市裡面克服的狀況 可能五花八門 有時候突然間下起小雨 不想要那麼狼狽的話就戴上帽子 對不對 你帥氣他狼狽 讚 穿著這套洋裝感覺就很適合 赤腳走在沙灘上 用腳感覺沙子的觸感 好 一切都是我的幻想 通常在婚禮上面 只有金元可以穿白色的衣服 所以我挑選了這件黃色的洋裝 亮眼但是又不會太搶戲 點材又很優雅 非常適合需要一點小正式的海邊裝扮 而且你們看 這個黃色 有一種夏日風神的活力感 我想不只是婚禮 應該所有的夏日派對都很適合吧 來到了今天的最後一套 這個蕾絲巡 跟有一點男裝感的襯衫 而且你看這兩個 這樣搭起來是不是很有整體感的 我覺得這個搭配有巧妙的 營造出一種反差的衝突感 休閒然後又很優雅 不失禮貌 我覺得它恰如喜分的 描繪了我的個性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搭配 大家還喜歡嗎 應該沒有不喜歡吧 接下來我也要回到我戲劇的拍攝囉 希望很快就有新作品 跟大家見面 到時候我再跟你們分享 更多Fashion的Information Bye